有一次巴巴去潛水 看到有些車在路邊圍例泊車 警察來之前 公園管理處已經開咪叫人開走車 警察來到之後 也再次開咪叫人移走 給最後機會 現場基本上所有車都可以全身移退 不需要被罰款 但非常不幸 有一輛車的司機在水底 不可能移走車 所以即使警察給了機會也沒辦法 但很奇怪 警察不是就這樣留下罰款通知書 而是停車在後面等 為何這麼大費周章 原來日本抄牌有一個制度 如果就這樣留下罰款通知書 等罰款單記到那個人的家才處理 因為開車時 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是車主 所以就不需要扣分 但如果警察在後面等車主回來 即場抄牌 車主或司機就走不掉 需要罰款兼扣分 就為這個分別 為何警察有時會等司機回來才抄牌 順帶一提 日本維麗泊車罰款 會根據引擎排氣量決定 CC越大罰得越金 黃色車牌的輕自動車 即是K-Car 價錢是最相宜的 那就快點訂閱我的OKFamily 記得按旁邊的小竹仔 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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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